好,继续,好,最后一个就是刚才给大家提到的汉诺堂问题,好,这些问题都是比较难的,好,汉诺堂问题给大家讲一下,首先介绍一下,有三个柱子,ABC, 是不是,然后呢,在A柱上有一系列的盘,每个盘的直径大小都不一样,但是特点什么呢,必须是大盘在下,小盘在上,大盘在下,小盘在上,好,比如说这是第一个盘,这是第二个盘,这是第三个盘,现在是不是有三个盘啊,现在呢,我的条件是什么呢,每次只能移动一个盘, 而且对象呢,每个柱子上都认为保证大盘在下,小盘在上,你手里面最多怎么有一个盘,剩余的盘是都在这三个柱子上,你不能放到旁边的柱子上,你不能放到旁边的柱子上,也就是说这个盘呢,只有一个在你手上,剩余的盘是都在这三个柱子上,对不对,然后呢,让你记忆,把A柱上所有的盘都移到C柱,借助于B柱移到C柱,明白了没有, 那现在怎么移啊,三个盘怎么移,三个盘还相对好一些,三个盘以下的盘都比较好移,一个盘是直接移过去就行了,两个盘我们来看一下,我们自己移一下看怎么移啊,现在一先移到哪去啊,移到C是这样,好,移到C,注意到这里啊,好,我让爱移到哪去啊, 是不是移到B啊,是不是移到B啊,然后再把A移到A上去啊,然后呢,是不是再把3移到C啊,是不是,然后再把A移到A啊,是不是,然后再把A移到C,最后把1移过来, 好,你三个盘还可以这样移一下啊,如果是30个盘啊,你就想都别想啊,你一辈子也移不完,我告诉你啊,你一秒钟一个1盘的速度,你不吃不喝一天,按14小时都在移盘,你30年也移不完,所以说你交给计算机来实现这个办法, 啊,如果用人来体验,那基本上你这辈子就废了,好,那现在我怎么写这个程序呢,当然已经知道这个需求了,现在我要想去实验它,我应该怎么去做,地规是吧,啊,这个各位呢,非常聪明,已经想到地规了, 天然讲地规是吧,啊,当然肯定知道地规了,那地规怎么实现啊,好,这里,我录像到了,我来个M5吧,好,我这里再来个M5吧,好,我这里再来个M5吧,啊,好,视频,好,在这里面,我要进行移盘了,首先我要写个方法,是吧,Brivate,设计,Wallet,Move,什么移盘啊, 首先这里有个盘的个数吧,盘的个数,是不是首先要把你三个肚子啊,是不是ADC啊,是不是就这个需求啊,反正这个方法怎么写呢,如果让你来,咱们先把事物先说下来,你要用地位不讲,但是事物是怎么想的,这个事物应该怎么去想,如果还只有一个,一个的时候是不是就很容易写了, 好,直接写上啊,如果盘Number等于1,是不是很容易写了,直接输出一个1盘的步骤是不是就行了,好,我就直接写了,用看语气了,盘,是不是盘Number,是不是就是1啊,好,再加上,然后从哪里移到哪里啊,是不是从A度直接移到C度啊, 如果只有一个盘,是不是直接从A度移到C度,是不是就拉倒了,是不是,啊,直接从A度移到,什么呢,是不是C度,是不是打印这么一句话,是不是就搞定了, 啊,如果盘Number等于,如果盘Number等于,直接盘1,从A度移到C度,一个盘是不是直接移过来,是不是就行了,如果多于一个盘,就是A,什么1,算法怎么想,啊, 好,这个事物呢,其实也很简单,咱们的,呃,要求呢,已经告诉大家了,你要想把,首先要是把最下面的那个大盘移过来嘛,只要是最后面的那个大盘移不出来,你怎么移,是不是都是土了,所以说你的目的是什么,假设,我这里有N个盘,有N个盘,那我的需求就是什么呢, 先把这N-1个盘,假设有10个,是不是先把前9个盘啊,前9个盘是不是建筑于C度移到B度上,也就是这N-1个盘是不是先不这样移啊,只要把N-1个盘建筑于C度移到B度了,是不是A度上是不是就剩第1个盘了,第1个盘直接移过来是不是就行了,那下面的问题是不是同类问题了,是不是就说地规了,是不是先把B度上的盘是不是建筑于A度移到C度啊, 是不是这个意思,那这个算法就出来了,你把算法背上代码这个题目就实现了嘛,是不是,按照你的要求是什么, 怎么一样,就是N-1个盘,盘N-1个盘,盘N-1个盘,盘N-1个盘从A度建筑于C度是不是移到B度,是不是,好,移完之后,我直接把那个盘是不是从A度移到C度,是不是这盘N-1个盘是不是先到N了,是不是直接移过来就行了,移完之后这些N-1个盘是不是现在处于B度上, 那所以说你下部就是干什么活了,只把这些N-1个盘从B度,建筑于A度是不是移到C度,是不是就搞定了, 刚才大家一思考觉得挺难的,只要你找到分析的突破点,这个代码是不是就实现了,没了,就这些,就可以实现一盘了,是不是,所以说定位呢,是不好想不好理解,但是效率最高,是吧, 三十个盘试一下,没问题吗,好,移一下,咱们下来三个盘试一下吧,三十个盘,这个,我就不用我的电脑试了,我等一下,三十个盘还可以试一下,如果三百个盘,那就完蛋了, 我们首先呢,就叫冒烟程序,就让CPU高速运行一直到烧掉,冒入清烟烧掉为止,因为它运行,定位的运行处理是聪明占用CPU和内存的,所以说它很占用资源,如果一直定位一个小时,你的电脑基本上就挂了,基本上就废了,好,现在我们测试一下,三百正不正确啊,我先用三个盘来测试一下, 什么行吗,八十盘是吧,没减一是吧,好,看一下效果,是不是打赢的一盘试者,那打赢的一盘试者,我们来分析为家,这个先给它清空清空,好,这个不要,这个删掉,这些都删掉,这些都删掉,好,现在是不是三个盘啊,好,三个盘来看一下这个不足对不对啊, 盘一从A度移到C度是吧,盘一从A度是不是移到C度,是不是移到C度了,好,那现在我们继续来看,第二句话是什么,盘爱从A度移到B度,盘爱从A度是不是移到B度,是不是,好,第三句话,盘一从C度移到B度,盘一从C度移到B度,是不是,这个一样,是不是,看第四句话,盘三从A度移到C度, 盘三从A度是不是移到C度,好,再看下一句话,盘一从B度移到A度,盘一从B度是不是移到A度,好,再看下一句话,盘爱从B度移到C度,盘爱从B度是不是移到C度,好,最后一句话,就是盘一从A度移到C度,盘一从A度是不是移到C度, 对不对,是什么算法,没错吧,好,那时候我来测试一下次数,就是大家说,三十个环是一个,多少次呢,这时候我就不打印了吧,我就不打印了,好,我在进入是不是它的次数啊,好,现在我进入一下次数就行了,好,private,舍体的,硬的,啊,Covid,我统计要次数吧,统计要次数,好,茉莉熊等于0,只要你进入这个方法了,我是不是就要执行一次,对不对,执行一次,对不对,执行一次,对不对,Covid是不是加加,对不对,好, 如果说它能等于1,什么代码也不执行,所以说我这个代码就可以给它优化优化,好,选了把代码先删掉,我再给你写个另外一个优化的代码,其实我这里就写了什么,是不是不等于1啊,不等于1是不是执行这里的内容,把这个一删掉是不是就行了,好,把这一行一删掉,是不是就核心代码是不是就做个判断两行,是不是就搞定了,好,核心代码就这么点,不等于1直接这样1是不是就行了,好,现在我统计次数啊, 好,这个一完之后呢,我统计一下这个次数是多少,啊,次数多少,好,一完之后我打一下Covid是不是,打一下Covid的,好,我们来看一下,好,现在还在移,2秒钟是吧,啊,计算机的话肯定快了,啊,之前,之前在几年前来讲的时候呢,电脑配置比较低,可能要七八秒,现在配置稍微高一点,1,2秒钟就搞定了, 那这个次数到底是多大,计算机还没关呢,好,粘贴一下,好,除以一小时等3600秒,除以3600秒,除以3600,是不是就小时啊,好,再除以24,是不是就天,好,再除以365,是不是就年 说34年,所有人用人来移,是不是就废了,对不对,用人来移,基本上就废了,啊,所以这个问题呢,你不要用生活体验用人来去做,啊,直接从超市买,买10个盘,自己买3个度子测试一下,啊,基本上就废了,是吧,啊, 谢谢大家